顺逆一如 逆境就是契机 顺境也是契机 顺境你不起贪 反照这念心 看到自信 那就是契机 逆境不起称 马上反观自信 回光反照 那也是契机 那就是物的契机 在哪里修 在日常生活 跟尘接触时修 用文性 用见性 静缘来声音 听到怎么那样没有用 不执着 不起心动念 不声称 是用文性 这是自信启用 生气了 起心动念了 是用文实 对成佛来讲 善恶都是一如 贪嗔痴 及界定慧 顺利是一如 为什么 因为他无我了 他一如了 怀疑 帮我 帮我 不要 帮我